被洪水掏空地基的房子 硬生倒塌 印尼东部和东地湾 四日凌晨向起暴雨 引发土石流和山洪爆发 造成至少76人死亡 40人失踪 用竹桌子抬出来 或是用床垫搬出来 这些都是来不及逃生 被洪水冲作或泥流掩埋而丧命的人们 当局警告死伤人数可能会攀升 而有幸活下来的人 则是面临痛失疾病的彷徨 房屋被洪水淹没 当地村民必须撤离 但原本的道路变成湍急的溪流 救难人员一字排开 将村民一个一个接到对岸 并送往零食病难所 这 Coordin狸对沙鲁被洪水绐 补骨中海 市内 derive析 由于是肯用坐失业 葳宁 那现在也 masih穿 risila 上至于 Enough 很辛苦 我们行到 altro 须 pumpkin 在 clothing 利面 里面 里面 随道 后安全 都 MH 数千人流离失所 然而断电 满力的残垣断瓦 和被摧毁的道路与桥梁 不仅拖慢救难人员 协助撤离的速度 也增加寻找失踪人员的难度 但当局五日表示 暴雨还会持续好几天 国际中心纵横报道